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这些波散射媒介 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 智能手机的地理定位功能 在建筑内部会受到影响 因为在其间 无线电波会向所有方向散射 在生物医学成像和地质调查等领域 让波穿过高度无视的媒介也至关重要 此次 APFL工程学院的两个实验室与奥地利利亚南技术大学 希腊克里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系统 科室声波无视真的穿过这些媒介 该系统采用微型扬声器作为声学中机器抵消波散射 并已成功在真实的声学系统上进行了测试 研究人员解释 微型扬声器可被控制用于声波的增强 减弱或者相位移动 这使其可以抵消声波 碰到障碍物是发生的散射 并在无需媒介的另一端 重现原始声音 研究人员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物理杂质上的论文称 他们在实验中构造了一个长约3.5米充满空气的管子 并在其中放置各种障碍物 例如墙、多孔材料等 制造出声波无法通过的高度无需的媒介 然后 他们将微型扬声器放置在障碍物之间 并安装电子控制设备 来调整扬声器的声学特性 这种有缘声学控制方法 又妄议用于包含普通环境频率的声音 也可以用于消除从前听等物体上弹回的声波 使声能无法检测到它们 而且 新研究背后的理论 同样适用于光波或无限电波 因此能使物机隐身 或让人能透过不透明材料拍摄图像 总编辑圈顶人眼可见世界 虽然只是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 但也丰富到经常超乎想象 对人也不可见的其他波长光谱成像 无处不在的声波 大有用处的磁场等 也因各种工具的精密化 让其能用人类可以看见的方式呈现 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世界 在追求拓展人类感知极限的过程中 每一次努力都值得尊重